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就会更加紧张 但没有想到这赖清德却说 一无一海岸守备是免上战场的 网酸如果你不是上战场 难道大家是去玩水的吗 给敌军列队欢迎吗 我们今天都要一块来讨论 欢迎今天来宾立委甄立文 大家好 立委费宏泰 大家好 前总统府副秘书长罗志强 大家好 资讯媒体人郑诗诚 晏迪大家好 民主自由的台湾 现在难道变成了警察国家吗 台湾有骑士遇到了总统的车队 要经过行驶了交管 赶上班其实很着急 他等了足足的两分半钟 让他焦急到比出了一个手势 没有想到这远景就一路咆哮 挡他吹哨 懒人 照理来说我觉得交通很塞 我比出了中指 到底犯了什么法 警察的回应是说 怕他会有过激的行为 但是从头到尾 其实这位骑士比完中指之后 他动都没有动 我们不是鼓励说要比中指 比中指是粗俗的行为 但是这是一回事 有没有言论自由保护的一部分 跟有没有犯法 这是完全不同的事情 立吻 我们看到 这是我们台湾的警察吗 到底警察是人民保姆 还是东厂警衣卫 简直是把百姓当作建民 当作奴隶吗 这其实是蛮好的萤幕 可以作为共鸣教育的 很好的一个教材 就是说法律管的是 你有没有侵犯到别人的权益 但是你的品位高低 这个法律是不管的 这是在你的言论自由的范围里头 那你表现的方式 当然高下各有不同 大家有各自不同的喜好 各自不同的品位 那当下他表达他的不耐烦 跟愤怒 在没有伤害到其他的人的权益的情况底下 那说实在的警察也不需要教训老百姓 我们来看一下 好 我们看到事实上在画面当中 这位民众他比了中指之后 警察就非常的愤怒要制止他 并且要求他要出示证件 于是两个人爆发口角 那最主要就是因为蔡英文的交通 他的车队要经过 所以就进行了交管 结果没有想到 这位骑士可能从头等到尾 所以一共都已经过了两分半了 车队都还没有走完 他实在是等得非常的不耐烦 小明一看到说原来是大官出巡 所以我们每个人通通都要威武 然后避开他 当然心生不耐烦 或者是心情不好 谁晓得呢 所以就比了个中指 其实这个时候 我们大家就是笑一笑就好了 可是这个警察非常认真的实行起务 太入戏了 我觉得这个警察太入戏了 所以旁边的一草一木 一举一动 风吹草动 他都要管 如果这个时候 如果有小老鼠或者是小松鼠路过的话 恐怕也会被警察斥责 好 所以看到他只中指 警察当然是受不了 说你干什么 你干什么 他其实也没干什么 好 那么我们来看 这是西方的领袖拜登 美国总统到夏威夷的时候 遇到的就是不止一只 好几只 你看到没有 好几只的中指 他去视察火山的灾区 然后当地居民非常不满 所以通通举起中指来迎接这位全球第一领袖 好 那你有看到美国警察怎么样吗 美国警察心目中搞不好也很想比这一只 所以这也就是习惯成自然的 可能在西方的社会就觉得见怪不怪 好 郭正亮就说了 蔡英文说 如果你不满的话可以拍桌 结果民众真的来抗议的时候 还有老百姓在街头比个中指 那警察就要赶快跑来训斥 蔡英文 赖清德一天到晚 讲民主对抗专制 但蔡英文任内 台湾的民主反而是严重的倒退 我倒是觉得职情的警察 他们的EQ 还有这样子的一个基本民主的素养 都要好好的再教育一番 记不记得有一个女生 她在街上行走 大概记不记得桃源 就被一个警察拦下来 还盘查 像这些就是有点管太多了 或者是有些警察 他很容易被激怒 他的权威不容你冒犯 像这些都很容易执法过当 所以在这个时刻 我倒是觉得警察的教育 恐怕是要加强一点 这个警察眼睛也太尖 远远他也不过比了个中指 没有想到就招来警察一顿 想要盘查 不过这位男子也不服气 你凭什么叫我把证件拿出来 果然那是民主时代 好了总统府的反应就说 感谢警察同仁执行勤勿的辛劳 交管造成民众不变 也盼民众谅解 两边都希望能够谅解 别生气 陈建仁则说 为安所需必须交管 所以谢谢警察同仁维持交通 也谢谢民众的配合 好 其实在这种情形 他们实在是也不方便说什么 但是也不能不说什么 好 所以就出来四评八文的 讲了一些话 但我们看到在马英九时期 那绿媒可是不得了 连马英九他也是总统 也是有交管 好 结果还批马英九交管 太过霸道 当时蔡英文还跳出来 自己跳出来讲 说总统为安只会造成扰民 那你当总统的时候 难道就不要为安吗 她说只会令选民政二 流失选票 什么事情都是只想到选票 那总统出来 当然不可能没有为安 不可能没有交管 但是像蔡英文这种 要离很远很远 不可以让总统看到 不然总统会不开心的 这也是由蔡英文才做得到 果然是大小姐不一样 好 网友就说了 不是有人说 可以大声一点 拍桌也可以吗 这个人不就是蔡英文吗 还有网友说 这些活老百姓 没有叫你下跪跪拜就算了 你还敢对我比终止啊 英皇驾到 网友则说 你看看人家 之前马英九的车队交管 蔡英文就批评说是威权 那现在呢 现在连比终止都不行了 想当年马英九还被丢邪呢 所以有没有有一阵子 因为有人对这个小布希丢邪嘛 所以呢台湾也学了 对这个总统来丢邪 换句话说 的确啦 民主时代像丢邪 这是直接攻击领导人耶 可是呢 比个终止 我是觉得还好啦 不过呢 大家的情绪管理 恐怕都要稍微加强一下 上班就已经心情不好了 对不对 今天礼拜一嘛 好 结果呢 还要遇到交管 就觉得一肚子火啊 好 那么这个警察呢 也是应该要好好的 重新教育一下 好 我们绝对不是鼓励要去比终止 终止呢 是一种粗俗的行为 但是呢 他有道犯法吗 有道要被警察叫过来骂吗 中华民国的法律有哪一条 是赋予警察要去羞辱百姓的 如果他是冲撞 你要压他 没有关系 因为这是为安 但是今天因为他只有比终止 被叫过来骂 网友就酸哦 这以后百姓看到总统的车队 真的是跪拜都来不及了 你怎么可以比出手势呢 可是过去我们比比看了 过去马英九呢 是直接被丢协 没有人因此被判罪开罚 反观蔡英文的车队哦 在这个反年杆团体丢协的时候 就有六个人被罚办了 那么今天警察是说 这位民众 因为他只是宣泄自己的情绪嘛 他并没有闯入车队 而且总统也没有在车队上啊 所以并没有处罚 没有被罚办 我们就要问了 洪台委员 如果今天真的 今天蔡总统真的就在这个车队上 而不是空车 是不是真的 这位民众如果比出这样的手势 会立刻被移送罚办 就算蔡总统人在车上 比中止也没有不法 这个可以讲说这个民众不雅 他把他的情绪摆在他的行为上 但是你说你要去斥责他 要他拿出再拿出证件 请问凭什么 他犯了什么法呢 他是比方讲我们也不鼓励这样子的行为 但是你说说到不法 要被警察喝刺 我是觉得这位员警呢 这个超过了 就好像上个礼拜 我看到有幕镜头啊 这个赖清德副总统到海洋大学去 当学生提出这个问题以后 有一个拍马屁的叫那个校长 对 那个校长你觉得 他是在帮赖清德的忙吗 我是觉得 我觉得这些人呢 马屁拍到马腿上去的不好 民众为什么会比出那个不雅的手势 我猜他是等得太久了 我在台北市最近这一两个月 常常也碰到那个交管 被交管的人当然不爽 因为尤其是在台北市 大家都在赶时间嘛 对不对 如果说你刚才我听到 这个交管的两分多钟 两分多钟很长哦 我们台北市最长的这个红灯 也不过一百秒左右哦 所以说我是觉得 这些不管是大官小官 大到校长 小到这个远景 交通 那个维持交通的远景 都不需要如此 这是民主素养 我们在看一看 这个刚才有提到 这个马总统的时代 我亲眼看到 我人在现场就被 看到有人在丢险 马总统有不高兴吗 有维安 维安是拿东西 在挡鞋 我想自想那时候 当副秘书长嘛 他们都看 只是拿东西在挡 没有人把他抓起来 连抓丢鞋的人 都没有把他抓起来 陈水扁 包括陈水扁先生 当总统的时候 我亲眼看到好几次啊 他在很多人 知道他要去入了场合 在对街 就在那边拉布条啊 叫喊啊 也没有看到维安警 他跑来斥责他们 现在这就讲到 这个民主问题 台湾现在民主 你觉得有进步吗 我们从立法院来看就知道 立法院本来就是有执政党 有在野党 在国民党执政的时候 国民党是大人数 在立法院是多的 大多数是会包容少数 会尊重少数 现在你看立法院执政党是多数 他有尊重过在野党 尊重过少数 包容过少数 没有 通通有表决 这就是暴力的民主啊 现在从这个远警身上 我不愿意苛责这位 这位这位这位远警啊 远警要保持行政中立 不管你的政党倾向是什么 可是当你在执行的时候 你必须得保持你的行政中立 就算你是绿营的支持者 你也不敢 那个人比重者的人 我不觉得他一定是反对民进党 他是把他的情绪 我为什么要等那么久 而且比方讲 在我们在台北市 看到了维安 大概针对两个人 一个大概三个人 总统副总统跟行政院 其他人市长都不会 用交通警察去改变 去管制这个红绿灯的 所以我是觉得 虽然选举到了 我觉得这维安管制 这影响到人民行的时间的 这一方面尽量少做 第二个我是觉得 也请总统府啊 或者是警政署啊 出来做一个说明 日后警察维持交通秩序的时候 不要把个人的情绪摆在里面 我觉得这个是对民主 民主一个不好的一个教育 当然我刚才再一次提到 总统要有包容 总统是 蔡总统以前不是说吗 当你对我讲话的声音 对我讲话有意见的话 你可以拍桌子 你可以讲大声 可是现在从蔡总统 这个游戏这四年 我看不到 只要他不高兴 他不高兴 让他不高兴的人就会很惨 干嘛不要说到拍桌了 现在光是比出一个手势 手材刚举起来就立刻被警察制止了 其实我们过去常常看到 包括了亲女媒体人郑弘怡 她是直接在丧事的场合上 公开骂马英九 骂龟儿子 结果没有半个绿营的人敢跳出来制止 郭正亮就痛批蔡英文就是最言行不一 一天当晚都在吹牛的总统 今天老百姓在街头上 只是比个手势近差 就跑过来训斥 是不是就像赖清德他说的 要好好珍惜我们现在的言论自由 因为只要民进党继续执政下去 台湾民众的言论自由 接下来只会越来越少 越来越线索 志强议员 其实刚刚费委员就提到 我过去在总统府工作的时候 坦白讲我真的要讲马中那时候 怎么在这个行程当中 因为维安的问题 甚至马总统因为非常包容的问题 就被民进党跟所谓的反对者 跟他跟许多民众 那点点滴滴的羞辱的事情 我可以讲三天三夜我跟你讲 真的三天三夜讲不完 你比照今天你真的觉得是 两个平行时空 我先讲第一个 今天节目就有讲到 这大家都知道 马总统当时被丢书丢协 那丢书丢协只有通通没事 最后法院通通都判没事 但抱歉 那个年改团体去对蔡英文丢东西 就被判 就被判罚金 那我要跟大家讲 大家只记得那些民众 跟马英九丢书丢协 可是抱歉 我记得比大家更多 我记得的是什么 当马总统被丢东西的时候 其中丢书还砸中 被丢东西的时候 蔡英文跑去探视 恰马团体 说今天马英九 会被丢东西是因为 你自己要先学会包容人家 被丢东西的人要先自我反省 要检讨自己有没有包容别人 这是当年蔡英文 对马英九的标准 你看今天是什么 今天比个手势 警察就来训斥你 事实上他比手势 是一种言论的表现 并没有违法 你警察根本没有权利去训斥他 你凭什么训斥他 他竟有做任何危险的动作吗 马英九是丢东西 丢东西 法院都怕没事了 那你如果觉得这个是最离谱的 我告诉你没有 以前民进党怎么做 为安的那个文章 我要讲一个很经典的案例 反正三天两头 就拿马英九的那个为安 我们那时候为安 总统都已经讲述 反正最低规格 最不老民 最不老民 不断的要求最不老民 最小规格的为安 就是为了不老民 没有用 天天在三天两头 在做你为安 做到什么程度 他记得一个很有名的例子 自由时报 为了做马英九的车队 在高速公路塞车的时候 老民 他说你高速公路大塞车 旁边有路坚为什么不走 还记得吗 头版的照片 马英九有路坚不走啊 跟大家塞车那边老民啊 结果路坚是自由时报自己画的 他自己在上面画了一条路坚 画出来啊 头版照片 头版头的照片 公然造假 请问各位 自由时报关了没 有事没 没事啊 没事啊 那我再讲 今天对照今天的这个状况 你看到蔡英文 坦白讲这个 比守势的民众 已经算是很 优待他了 很优待他了 你去看之前 陈抗 多少人被 为安粗暴的拖走 他拖到身上都是 擦伤 都是血 你不要讲这些 这还算是优待了 曾经发生一个案例 最扯的是什么 就是因为要执行蔡英文交代的 为安的任务 于是呢 警察 为安人员 在维持为安的时候 自己假装摔倒 假摔碰瓷 然后告民众 推倒他 然后用妨害公务 办这个民众 用妨害公务 办这个 陈抗的民众 还好法官明察秋 是还被起诉 法官后来出来看 密录器说 不对啊 他从头到尾没碰过你啊 是你自己摔倒 最后警察认了 是上级要他假摔的 为什么 就要构陷 罗字构陷 这个陈抗的民众 就是要用这种方式 来去嚇阻所有人 你不要在蔡英文 今天出巡的时候 你出来陈抗 我们会搞你的 我问各位 有没有用 有没有用 有用啦 你现在真的 蔡英文 没什么人敢去 他的场子 为什么因为蔡英文的 蔡英文列下的三不到 听不到 看不到 打不到 是在严格执行的 打不到 我接受 总统怎么可以随便 被你打到 可是听不到 看不到 他滴水不漏道 基本上 他在侵犯人民 基本上表达意见的自由 像为什么今天会出现 马总统的时候 会有警察 因为对马英九 竖个手指 然后警察就去 克斥呛他 盘查他 有这种情形吗 敢吗 绝对不敢 你不要讲 我相信委员 我们扫 扫接的时候 坦白讲 不喜欢我们的民众 竖起手指 这种情形 其实还蛮平常的 政治人物 你一定有支持者 不支持者 你扫接一定会遇到 可是今天说这 那警察请问 你是不是也要 也要过去训斥 斥责这些 所谓的 竖起手指的人 所以回头就是一个 很深的感慨 就是说 你如果没有看到 马英九那个时候 民进党跟他的支持者 是用什么方式来羞辱 来呛哮的话 你不会知道 今天这个 你真的 今天这种对照 真的是天跟地 云跟泥的差别 我最后再讲一个例子 也是我很心酸的例子 就是马总统那时候 去那个洪仲丘的 那个攻击的时候 在门口被堵住 直接被民众包围 向他下跪爬进去 请问 马总统还不是 尊重民众的意见 在蔡英文身上 就是写淋淋的例子 换个位置 整个脑袋也都跟着换了 刚才志强议员提醒了我们 在2009年 蔡英文呢 曾经对马英九喊话 过度的委案 就会让人民震贺 那今天呢 今天的委案 是不是算过度呢 但是我们看到 发生这件事之后 陈建仁出面了 我们的行政院长 他说 大家要多体谅交通管制 他感谢远警 所以我们的行政院长 还不忘谢谢警察 帮你去羞辱百姓吗 到底警察是不是人民保姆 我们请教师承 这是不是双重标准 我常常觉得民进党在这些警察 做这种不民主的事情 竟然继续帮他们讲话 然后对于人民来讲 人民真的很惨 我记得当年 我们常讲那个蔡英文当年 讲那些回力 讲那些话最后变回力标 2012年 他们在凯达格兰大道 做成型抗议的时候 蔡英文讲过一句名句 就在几百公尺外的总统府 那个总统就是听不到 人民的声音 他这句话回力标打到自己 他现在住在总统府里面八年 他就是听不到人民的声音 你知道吗 2017年那时候 马总统已经下台了 他到高雄去吃面 然后就被做了一张图说 吃面的时候 高雄路面近空 实施交通管制 真是太扰民了 人家说 根据卸任总统领域条例 他总共随护了不起12个人 12个人怎么做交通管制 就12个人在旁边而已 后来发现说那天 可能是天气冷或干嘛的 根本就没有交通管制 就是我们这个马维拉 马总统上任被做梗 做假的图 连卸任都继续要做这种图 就是你卸任的时候 我去吃个面 这个刚刚志祥讲得很清楚 马总统 其实马总统 这个跟这个金国先生很像 他们希望为安都不要太扰民 所以他们说到最小的地方 我再举个例子 各位都忘记了吗 马总统第一任的时候 周美清还在银行的法务上班 我记得这个媒体有跟着他 这个周美清 周美清女士呢 就坐公车 然后再就直接到这个 这个法务部 这个这个银行的法务上班 你知道吗 坐公车 可是随乎也要跟着他坐公车 后来周美清决定请辞 你知道为什么吗 因为第一个太扰民 第二个他不愿意这样子浪费公帑 所以周美清决定卸掉那个法务的工作 这就是他们夫妻俩 不需要太让民众受到干扰 然后现在的我们这些大官啊 连那个车队被比那个指的那个车队 上面是没有官的 上面那个官都还没有坐上去 可是警察呢 为了屈成上意 哎哟 你怎么回事 怎么该比这个 莫名其妙 台湾一天到晚跟 要是跟对岸示范我们的民主 我们的民主就长这个样子 长这个德性啊 我看就不用再示范了 好 休息一下 我们马上回来 晚安 晚安